各位同学,现在我们来看高三第二份练习第一题 首先呢,这一题呢,我们要把题目所描述的parallel和series先给画出来 这里有两个电容,它们分别处在串联与并联的状态 那当它们都接上一个电源为300伏特来进行充电时 请问它们的q和energy stored分别是多少 那我就把这个叫capacitor1,capacitor2 那在并联的时候呢,其实我们如果你熟悉它的口诀的话 我们通常都是说它是同压分q 那我们先把它,两个capacitor合并成一个c total 所以你这个看成是一个,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用同样的做法 看成是一个 所以并联的c total就直接是c1加c2 也就是3加6等于9microfarad 3micro加6micro 可是并联的时候呢,你的c total就要导数相加 所以是3micro分之1 所以通分这里乘2 再导数c total就等于2microfarad 找到c total以后呢,就是c total c total 它接上300v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q了 q total 这个也是一样 你接上300v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q total 可是哪一个找q total是有帮助的 是右边这个对不对 因为你在右边这个呢 它们是同流分q 所以 它的 电 应该讲同 同q分压才对 它的c1等于 q除以v 但这个q 就可以用q total c2 也是等于q 除以v 但也是可以用q total 所以你找到了它的q total 在 你找到的q total 就代表着它们 各自的q是多少了 所以我们 我们 去算它的q total 怎么算 q total 等于 c total v 所以 2micro 乘300 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而回来 左边这个情况呢 我们要找 我们找到q total 并不可以帮我们直接解 所以其实 这一题呢 你应该 你应该 去用 这边也是300V 这里也是300V 这一个条件 来找 q1 等于 c1 v 所以是 3microfarad 乘300 q2 等于 c2 v 所以是 6microfarad 乘300 所以我们q 就解决了 解决了q以后 我们再来想 能量要怎么做 能量呢 我们可以用 u等于 1 2分之1 cv平方 或者1 2分之1 qv 或者q平方 除以2c 这些都可以 那选哪一个 才比较适合呢 那对我而言呢 我会选择 如果是并联的时候 它们的v是不是一样 所以我就会选择 这个来计算 它们个别所带的能量 那如果是串联的时候 这两个capacitor的q 是一样的 那我就会选择 这一个 来计算 它们个别的能量 所以有 A小题 imparallel的能量 我们就会用 1 2分之1 c1v 也就是 3micro 乘300 那 U2呢 1 2分之1 c2v 也就是 6microfarad 乘300 那如果是 串联的时候 要怎么办 串联的时候 我就选择 U等于 2分之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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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应该说 q平方 除以2c 所以 它的 个别的 q 也刚刚在上面 上一个小题 算到了 所以 带入进来 就是q 就是q total 其实 好 个别的c 这个就要带c1 c1 c1 是3microfarad 好 U2呢 q平方 除以2c2 所以 这个一样是qtotal c2 6microfarad 就可以找到 能量了